看一下那个和洛之数这一题 第一个的话 这个说什么叫和洛之数 和洛之数呢 就是简单说 就是说不管是 纵向横向或对角线 数字的加总都是15 都是15 这是关键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总共有1到9的 这个9个数字 你要先让它乱数排列 所以第一个要先把这个顺序打乱掉 你不能1 2 3 不能照顺序 那接下来就是说呢 你让它乱数排列之后呢 让它横向跟纵向斜向 总共几个条件呢 横向有几个三个 纵向有三个 那斜向有两个 所以呢会有八种状况呢 必须都将 就是他们总和的必须要是15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说矩阵内的数字 不能重复出现 不能重复出现 因为如果重复出现就简单了嘛 那第二个就是程式每次执行呢 矩阵数字排列皆不同 也就是说你 你不能每次都是那9个位置都一样 必须呢 重新再执行一次的时候呢 它的位置一定要有不同 那最后的话呢 把它存档成Java 点Java 还有编译成Class 才会正确 那结果就像这样 答案为 然后呢 底下就不论横向或纵向 它的对角线加总都是15 都是15 好 那这个部分呢 要怎么做 我们一起来看 不过就是说考试也是真的是不能够 太过有自信 太过有自信的话呢 很容易就就马斯前提哦 因为觉得这太简单了 我一下就画完了 画完之后 反正还有时间就可以 哎呀 不用不用检查了 很潇洒的 好 就把把那个事件给交了之后 才看到那个那个成绩 差一点那个眼睛快掉下来了 就会想说 早知道 对啊 就是只是那个抉择 如果说好 再谨慎一点 比如说你可以再检查一遍 因为你至少时间还很多嘛 那没有检查的时候就 刚好就因为差个一分两分 隐恨 好 那种心情就会 会很 很不知道该怎么说 不过还好 30秒而已 马上要恢复正常 不然说真的很想 啊算了不要考了 后面想要离开了 想说 不过还好 想说至少 如果离开的话就是零 如果没有离开 继续奋战的话 后面还是还有二 不过还好后面的部分 都有把它拿到 尤其是那个K的3D 也至少把它拿到 完成那个阶段性的使命 我们第一个来看就是说 像这个程式我们该怎么做 我先把我 我 我所知道的 我写作的方式 大概提供给大家 第一个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 做 这个 打乱的话呢 第一个我先建立一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呢 当然从零到 好 这个阵列的话呢 是从零到九 好零到九 当然呢 如果我们九个数字 你也可以从多少呢 从一到九也是可以的 只是说取的数字方式呢 我如果从那个一到九的话 那当然零就不要了 也就是说呢 我这个地方 在Fall回圈呢 就从一开始就好 因为我不需要零嘛 所以回圈的时候呢 就从一开始就可以 再来呢 这个宣告一个变数是Bulling Bulling就是Redo Redo预设值就是True True也就是说呢 它这个结果如果 这八个结果 八个这个条件 有没有 横向有三种 纵向有三种 斜向有两种 假设呢 这八个条件都不成立的话 那就再Redo Redo就是重新再去 建立一个新的 这个乱数 并且重新再比较 也就是说呢 我第一个进到这个度回圈 它第一 要做的就是 将阵列先打散 所谓阵列打算 就是说 我这位一到九 我就用乱数的方式呢 去产生 然后呢 并且再丢回来给 这个A的这个阵列 然后让他们循序呢 不断的 比如说 这个地方就是2给1 就是排在第二个给第一个 在2再取乱数 1再跟乱数加换位置 有点像是那个 泡沫 这个气泡式排序法一样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就把1到9的顺序 本来是这样 1到9 我就乱数 乱排 排完之后呢 接下来 我就加种8种 相加的可能 比如说 第一个 K的话呢 它是 A 1到123 123 横向的 456789 这三种呢 是横向的 有没有 到这里 那 传给前面之后的话 这底下后面 这几种是什么呢 纵向的 147 258 369 有没有 纵向的 再来两种就是写的 15 有没有 159 357 也就是说先横向三种 再纵向三种 再斜向两种 那这几种我就会产生 加起来之后呢 会产生什么呢 传给一个变数 int的一个变数 然后呢 我再去判断 if 什么呢 K如果等于15 and end 特别注意 这边有个连期 有没有 这个所谓and end 就是说 我两边都要成立 记得一定要and end 两边都要成立 然后呢 把这八种条件呢 通通都来做判断 如果呢 这八种判断怎么样呢 这八种状况呢 都成立的状况底下呢 redu才会变成false 如果不是的话呢 坏哦 有没有 到这边呢 那redu是true 对不对 true的话会怎么样呢 触发一个 有没有 回到这个 do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 再去产生一个 打乱 加种 判断 有没有 然后呢 再去看看有没有 如果有 那就 跳开这个回圈 因为它是false的话呢 这个回圈呢 就跳出来 跳出来之后呢 我们 才去把结果 有没有 做print out print line的动作 就是说 我system点out 把它输出之后的话呢 第一个就答案 冒号 为什么呢 就把我们 这上面所产生的 一 二 三 有没有 四 五 六 分别把它输出 照顺序排序 因为这个就是 上面所得到的结果 正确的话 你就输入到这边 输出这 九个数字之后呢 底下再加一行 不论 纵向 横向 对角线 数字和 结尾 15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的这个 最后的 正确的答案 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来试试 看看 到底答案 对不对 这边的话呢 把结果 执行看看 那执行之后 它因为会去做 很多的这个比对 所以时间呢 会 稍微久一点点 但是你会发现呢 结果出来了 有没有 那你可以看一下 到底答案 对不对 二 这个重 先横向 这个OK 这个也OK 15 15 那重向的话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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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这样的话就完成 这个解答 但是呢 这个地方 当然可以延伸出去 第一种解答方式 你可以去计算说 开始到 计算出 它的结果的时间 我前面有讲过嘛 你可以加一个 那个 System的那个 叫做 Current 就是 Time 有一个方法 有没有 你就可以先把 开始的时间 到最后 判断出 它总共花多少时间 然后呢 你可以去想一想 这个方法之外 还有很多的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程式撰写的方式 那哪一种方式 比较快 这里的话 你们先完成第一种 就先把程式 写出来 第二个就是说呢 去做一个计时器 计时器 有没有上次我们讲过嘛 开始 结束 耗时多久 把它顺便输出 再来呢 第三个就是去想一想 有没有比这种方法 更快的 那这个后面 纯粹是延伸 那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试试看 就是说 怎么样 完成这个程式 那程式部分呢 稍微记一下 那这个 这个程式嘛 我有把它放 放在那个 分享区里面 好 试试看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看好 不然 有点 正房 不然 不然 今晚 再来 最后 了 就要